你看看像不像 像 简直一模一样 医生 谢谢 不用谢你可以出院了 你说你一个外卖员 得送多少外卖 才能凑钱整成大明星林宝拉的样子 外卖员 三年前 我明明和林宝拉一样是个大明星 你这样做值得吗 值得 虽然说林宝拉是最新的整容模板 可是整张脸都整成她的样子 你呀可是第一个 你是她的粉丝吗 对 不过 是她的黑色 啊 你这么讨厌她 为什么还要整成她的样子 当然是为了 取代她 林宝拉 你是疯了吗 这么大的事 你定了婚了才告诉我 这事要是让顾总知道了 婚事黄了不说 得罪了第一家族顾家 咱们林家 还哪有活路 爸 我错了 是我年少我支持多了太开肝肚子上留了疤 我也很后悔啊 快猛脏了想想办法吧 啊 宝拉心思单纯 她也是受害者 你妈她做什么呀 现在当务之急 就去想办法 怎么把顾总不骗过去 这种事 还哪有办法呀 妈 副总回国了今晚就闹了 快帮我想想办法呀 你好 你好 我是来送外卖的 这是你定的水果 送外卖怎么走到这来了 新来的吧 动货走后门 这是正的 不好意思 对不起 等一下 好了 快快过来 你啊 抬起头来 抬起头来 你叫什么名字 新 金星星 你愿不愿意当我的替身 替身 替身 是什么意思 放心 我不会亏待你的 你当一个外卖员 一天也赚不了三百块吧 这里有一张三百万的支票 你只要当我的替身 陪顾景晴睡觉 怀上他的孩子 九个月后把孩子生下来给我 这三百万支票 就是你的 不行不行小姐 你还要把孩子生下来给我 我怎么敢冒充您 等顾总 睡觉呢 你以为我小啊 要不是我 要不是我不行 你以为这种好就能问得到 他 顾家可是第一大家族 要不是被顾总发现 我这么高的身份的定位 不行我的命 连我家人的命都不保了 不行不行小姐 我实在做不到 再加三百万 六百万的 你这一辈子都赚不到这么多钱 可是 可是要是被发 你放心 你不说我不说 凭你这张脸 是不会被任何人发现 我 死 因为这我真是好 我跟他经常会给你 我 你不想 你不想 我 不想 我 我 我 你听得见 我 是 我 不想 我 长得像您是我的荣幸 我怎么敢跟小姐相提并问呢 算你有自知识 对了 你身上有没有伤疤 纹身或者胎气 没有 把衣服脱了 怎么了小姐 我当然是要检查 我要确保你身上没有胎气 没有纹身 免得露了线 被过种记住 好了 你把衣服穿上吧 这是房卡 我跟顾景秦结束之后 今晚就靠你 别耍什么把戏 你不要在身体上偷偷做记号 要上顾景秦发现 知道了小姐 你保了 你毁了我的一生 不仅不用付出代价 还能嫁着陆总 这公平 我绝对不允许 我绝对不允许 你本来按照我 吃个小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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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仅因为在选最美预演员的投票中 我得了第一 不要 他就烫伤了 他每天都会看见 不要 我求求你不要 不要 要怪就怪你长得这张 我要你再也当不了敌影 我要你顶着这张脸 无论走到我都被别人耻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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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 林宝拉接手了和我亲合同的电视剧 大红大紫 而我 却要点了这张脸 送外卖 完美月经 你的外卖 我靠 你长这么丑意来送外卖 我看你我都饱了 che瘾 我自己送外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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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在想你 请 林宝拉 你以为做记号就一定会被人看见 有些看不见的记号 一样能让人记住 今天怎么这么热情 喜欢吗 喜欢 谢谢你 我先回去了 好 昨晚太激烈了 一副链子都被他扯掉了 说 昨晚顾总要了你几次 扣子都被拽掉了 好了你包忘带了 金链子都被添加등 但是如果您导致 我的没有 小金链子都把那个 你再要 和我 我 我 你再要 你不想把这姐姐 你不想把这 manifestation 我 我们的事还没完 小姐 你别生气了 简人 在我面前装乖背后花招一大队 一定是你在床上卖动什么风骚 不过顾总 小姐你误会了 误会 什么误会 难不成要说顾总喜欢你 顾总连碰都没碰过我 一定是你在卖动什么风骚 不是这样的 你脖子上是什么 你还敢说不是 简人 好了 干什么呀你 妈 你为什么要帮这个简人 你疯了吗你 你要是把他打伤了 顾总起来疑心怎么办呢 妈 现在是他在供应顾总 他再这样下去就要爬到我头上来了 这怪还不是怪你的肚子不争气 能怪谁呀 好了 他现在可不是一个普通了你 你给我注意点 听见了 嗯嗯嗯嗯嗯嗯 好了今晚在一起吃饭吧 有空吗 有空当然有空 好 我让思绪去接你 滚去换衣服 今晚去陪顾景秦 如果你再敢耍什么花招 我一定忍不住 晚间不吃了吧 夫人 这个太贵重了 我不配吃 你喝吧 把身体调养好 才能为我们家宝宝生孩子 我带你去个地方 好啊 这里是 这里是我的新家 宝拉 你是第一个来这的人 林宝拉这样恶毒的人 却被顾总这样热烈的爱着 这公平吗 林宝拉根本就不会弹钢琴 但她为了维持形象 一直谎称自己不会 谢谢 我弹一首歌送给你怎么样 好 好 嗯 嗯 怎么了 是我弹的不够好吗 当然不是 你的身体 就是最好的乐器 你这个贱人 昨晚又使了什么下流的手段 小姐我没有 夫人 工作的秘书到了 让他进来吧 你赶紧下去 要是被你发心会少不了 小姐 过几天是顾总的回国宴 全国顶级的小姐和公子都会参加 顾总特意交代 要你跟他一起出去 我会的 这是顾总送您的礼物 北极光 这是那条在拍卖会上 价值十个亿的项链 是的 啊 北极光 这是那条在拍卖会上 这顾总不会是首付太子银 好扩拙呀 那我就先告辞了 说你在床上耍了什么花招 既然让顾总送了你十个眼镶链 小姐 我没有 我跟景行在一起五年了 他从来都没有送过我礼物 你肯定耍了什么花招 小姐 我怎么敢呢 我还是有自知之明的 要不是我跟小姐你长得像 顾总怎么会看我一眼呢 更别说这么贵重的项链了 好吧 你又打他做什么呀 你就不怕顾总问起来吗 妈 我才是你的女儿 你为什么要像着他呀 还不是因为你不争气 你要什么生得了孩子 会有这么大堆乱事吗 妈 他这个人不老实 绝对在暗中策划什么 赶他走 我不要让他再当我的替身了 不行 我还指望他生孩子呢 要是没有孩子 就算你跟顾总结婚了 还是会被发现的 妈 难道你要等他把顾总勾引走 你才相信我吗 爸爸 你再忍忍 妈答应你 他生孩子那天 就是他的死期 我会让他难扯而死 我会让他难扯而死 我会让你去 你就会不可 你再去 你这天 我还不跟你说 我还不想和你 你还不想和你 你还不想和你 我还不想和你 他 是 哦 他是我的女佣 因為長得醜 大家都嫁他小丑 對吧 小丑 是的 全靠小姐不嫌棄 給了我一份工作 靜星 靠小姐不嫌棄 靠小姐挺善良的 對吧 對 好 走吧 林寶拉 今晚的小丑 其實是你啊 顾總 終於回國了 恭喜恭喜啊 回國假订婚 雙喜臨文啊 你小子有福了 給各位介紹一下 這是我的未婚妻 林寶拉 大名鼎鼎的影后嘛 全國都知道了 大影后 你這人可比照片好看多了 不愧是能讓顾總 花巨子買下北極星的人 我還有一個禮物要送給你 還有 顾總 你也太充飲後了吧 送了十幾億的項鍊還不夠 還有禮物 我想都不敢想 靜星 這次是什麼禮物呀 就是這個 鋼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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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鋼琴我知道啊 那前兩天 那全國特別有名的鋼琴大師 表演的時候 就用的這台 這可是頂級鋼琴啊 有錢都買不來的 顾總 這你都給整來了 影后 顾總對你可是真好啊 我要是有顾總 這樣子的未婚夫就好了 鋼琴 喜歡嗎 當然喜歡啊 彈一曲 試試看 這 對呀影后 露一手吧 我可是聽說 你從小學琴 看比鋼琴大師 我也聽說過啊 影后 你就給我們彈彈吧 讓我們都欣賞欣賞 畢竟 像您這樣的美女 給我們彈鋼琴 那一年也見不到幾次啊 是啊 去吧 別害羞 好 怎麼回事 她怎麼還不彈呢 什麼情況 難道以後不會彈琴 別亂說 我沒亂說 你看以後的手勢 根本就不像是彈琴鋼琴 昨天段小姐不也是這樣嗎 對外宣稱是大提琴演奏家 結果連鼓琴和大提琴都分不下 像自然了 以後不會也是這樣子吧 自己給你 對外宣稱 對她們還有整個家 對外宣稱 我覺得她很難堪 我覺得她只是個家 對外宣稱 受伤了 暂时谈不了刚性 没错 不好意思啊大家 我今天的手受伤了确实不方便谈 改天一定谈给大家听 影后的手受伤了还要给我们弹琴 顾总 你这未婚妻找的也太好了吧 你的手怎么了 没事过两天都好 等一下 这位是我的女佣 要不让她给大家弹琴吧 她这也太丑了 是要看她弹琴的 并且她就是个女佣 用这么好的钱配得上 小姐 我 大家放心吧 她的琴是我教的 虽然比不上大师的水平 但是给大家助兴也足够 今天就让她给大家谈吧 你可以的 小丑 你到底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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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小姐的女佣 我问你谁叫你的曲子 当然是我教的呀 车上门门门是谁啊 顾总 对不起 先闯 你可以走 睡 我让你出城了 你竟然敢出风头 不是的小姐 只是听小姐你命令我去弹钢琴 我就弹了 我没有违背小姐的意思 你把我当傻子吗 你一个破丧外卖的 怎么可能会弹琴啊 我小时候学过一段时间钢琴 当然是为了接戏学的 只是最后 那个角色被你给抢了 走了 他们已经走了 走了 是不舒服吗 我 你怎么了 我没事 就是人太多了 因为不适应 走吗 算你好运 回家再收拾 过来 怎么昨天还在弹琴 今天手就伤了 我也不知道 手怎么就 怎么了 我难道是 有了 有了 真的吗 好像是的 太好了 我们有孩子了 你喜欢这个孩子吗 当然了 信心 怎么了 项链在她的脖子上 是合适的 她不是宝拉 伯父伯母 顾总 你怎么亲自把小女送回来 宝拉怀孕了 还请伯父伯母多下照顾 哎呀 宝拉 你真的有了 嗯 哎呀太好了 哈哈哈 金星 你先去公司吧 没事 好 今晚见 星星星你好大的能耐 竟然能让顾总亲自送你回来 三姐 不是 装什么蠢 昨晚谈情的账我还没跟你算 妈 你竟然为了这个惊人打我 你从小到大都没有打过我呀 你不闭嘴 你要是把星星 肚子里面的孩子打坏了 你还怎么嫁给骨头 林宝拉 以后再让我发现 你这星星动手 你敢不怎么收拾 爸 妈 你们是他的父母还是我的父母 为什么都向着他呀 顾总 你怎么来了 好了 我放心不下 所以特地给你找了医生来 看看你身体 还有什么需要调理的 医生 你叫叫你好 我不先给您充血 再给您做个全身检查 再提个人 不要紧张 还要抽血 这样顾景行不就知道 我没有怀孕了吗 景行 你也不是个人 我每年都有体检 身体没问题呢 那怎么行 你现在都是有孩子的人了 我要你忘物一世 景行 其实我有点晕血 要不还是别抽 没事 我抱歉你 那你就不会晕血了 我 我 你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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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肚子里的孩子罢了 不过我自己有自知之明 我只不过是小姐的替身 生孩子的工具人 你真这么想 是的 我只求我把孩子生下来之后 小姐能够兑现承诺 放我走 放你走 顾总送你这么多礼物 又对你这么温柔 你舍得走啊 顾总现在对我好 只不过是因为我是小姐的替身罢了 我发誓 我对顾总绝对没有任何的想法 待在顾总身边 只会有漏线的风险 更何况小姐对我有恩 给了我六百万的酬劳 我只想拿着这六百万离开这 算你有脑子 林宝拉 很快你就是我的提升了 顾总等一下 小姐今天早上吃过早餐了 如果不是空腹的话 是不适合抽血 抽血的话 确实还是空腹比较好 方拉 这么大的事怎么不跟我讲呢 医生 既然如此 那咱们只能下次了 静心 谢谢你这么关心我 哪里话 你和孩子才是最重要的 你先休息吧 静心心 没想到你反应还挺快的 小姐对我有恩 我这么做是应该的 静心肯定好会再找医生来检查 顺便发力了 这样吧 你以后在家里也不用戴口罩了 就跟在外面一样 给我的替身 好 林宝兰是你让我当你的替身 可别后悔他 小姐请喝咖啡 你又说话 静心心你好大的胆子敢冒出小姐 你疯了 我家你懂不懂替身的意思 替身的意思就是见到我要像见到林宝拉一样 听清楚了吗 听清楚了 再有下次 你就给我滚出这 是 好了 我跟你说 你有福了 林宝拉的经纪人赵姐 王导有个电影要开盘 到处选拟主角 我求爷爷告奶奶 好不容易给你打点好了 今天直接当面试戏 快走快走 哎 赵姐 这个导演 是那个大导演吗 就是他 超级大导演 墨金王 赵姐 你知道吗 我最喜欢的导演就是他了 好好表现 你要是被他选上了 今年的以后 肯定才是你 王导 我给你介绍一下 不必 大家都很熟了 好了 不介意的话 直接失气吧 没问题的 导演 我问你个问题 你 会愿意吗 会的 如果我要从这个爱情 解决一个限期 我希望是一万人 不错 我耽误你个问题 你 会功夫吗 会的 你 开口茶 三 二 七 X 宝拉 我怎么不知道 你会这么多东西 不错不错 宝拉 像你这么多才多艺 可以直接当你宫角 那导演 不如就这么定了吧 你知道的 像我们宝拉这样 多才多艺 人美戏好的 档期很难约的 把合同拿过来 哎呦真是太好了 来你看看 你以后啊 要多跟导演学习学习 谢谢导演 委员需要赔偿 委员经一个月 笑的就是这一天 小姐 赵姐给你了 那什么呀 什么呀 什么呀 他不住了吗 他不问我就把这个合同签了 我看看 和大导演签合同挺好的呀 你急什么 妈 这个戏我演不了 导演又要会功夫 又要会粤语的 我 你哥也不会不会你不会学呀 妈 来不及了 还有一个月就开拍了 我什么都不会 让我去出丑了 那倒也是 那就退了吧 不行 合同是明明写的 违约 要赔一个亿的违约 多少 一个亿 一个亿啊 那我们哪儿还得起来着 要不我去找顾景行帮忙 我是他的未婚妻 他一定会帮我付违约金的 胡说什么呀 你找他来 能帮你什么 你是不是要给他说 怀他孩子的 另有其人 你是不是要给他说 你什么都不会 你是个废话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那你说我要怎么办 事到如今 只有一个办法 你的意思是说 对 让欣欣替你去演 我不要 他抢了我的顾总 现在又要抢我以后的位置 我绝对不会去 这你怪谁 你要是厉害 谁能抢你的东西 你要是优秀 这机会就是你的 爸 快帮我想想办法吧 闭嘴 这件事就这么定了 你 金可信 我就知道你没来好戏 我要黄了你这张脸 喂 好了 恭喜你 谢谢 我为了恭喜你 明天我来接你继续 好 你故意的是不是 你想看我在全国人面前出丑 不是的 那你就是想让我赔付那一个亿的违约金 接着 你敢反抗 你现在胆子越来越大了 我只是劝你想清楚 如果划伤了我的脸 明天顾总见到你怎么招待 导演见到了你又怎么交代 如果小姐觉得自己可以做到 那就动手吧 你以后我不敢动手吗 看 大家请放心 这边我会仔细回去研究 我当然放心的 我看好你的 我看这个导演 似乎很欣赏你啊 他是我最喜欢的导演 没想到真的有一天能跟他合作 你以前不是说 他是你最讨厌的导演 啊 是吗 我可能变了吧 你确实和以前有点不会太一样了 不过 我怎么不知道 你还会粤语和功夫 演员嘛 肯定什么都要会一点的 谢谢 谢谢 他究竟是谁 不错 我吗 等一下 这个粗心鬼啊 你这个贱人果然不老实 你干什么 你还装 管家已经告诉我了 那天是你故意穿成我的衣服 装衡我的样子 骗赵姐带你去试戏 你就是想让我赔付那一粒的违约金 你可能现在才发现 我果然没看错 你这个贱人就是想取代我 没错 我靠近你的目的就是为了取代你 我已经 我已经整整等了三年了 你 你究竟是谁 你真的不知道我是谁吗 三年前 金可新 你是金可新 对 我就是金可新 不可能 金可新已经死了 你不是金可新 你你早就跳回了的呀 你饱了 托你的福 确实想要不了 孩子有什么想起来的 你别管我 我的人生已经被罪了 我已经够难了 怎么连死都不让我死 孩子 你还这么年轻的 说什么毁了死了的 你就知道能耐吗 不我必不该去 林宝拉 是天宜 我们又见面了 付出代价 你敢算计我 不是 莫拉 没事吧 林宝 我才是宝拉呀 你和你 你们是一样的 他冒充我才是假的 林宝 我才是你的未婚妻啊 金星 是他冒充了我 金可新 你别忘了你才是替身 你少在路走面前见搞黑白 我不是你的替身 我才是原生 但是你 为什么要跟我整容成一样的脸 金可新 你无耻 替身就是替身 因为你整成跟我一样的脸 你就能取代我了吗 金星 你好好看看 我是宝拉 你认不出来了吗 你们这怎么回事啊 爸爸 这个简人他没有胃口 他说我才是那个替身 你们快点帮我跟顾总解释解释啊 爸 妈 我肚子里有紧张的孩子 我怎么可能是替身啊 没错 顾总 他才是我们家宝拉呀 爸 你在说什么呀 你为什么不把那件事情告诉顾总 用嘴 你们不说 我说 顾总 他是我请来的替身 因为我不能 你打我 这就是你冒充我们家宝拉的下场 来人 把这个疯子给我扔到天空里面去 放开我 放开我 我不是替身 我才是宝拉 一切都是你最有的音乐 所以那个剧本 是你故意留在车里 为了让我去救你 没错 那你告诉我 我现在是应该叫你林宝拉 还是金格星 顾总 对不起 是我骗你 说 你骗了我什么 林宝拉说的没错 我 我才是那个替身 我整容成她的样子 就是为了靠近她 取代她 遗风她 但对我来说 你并不是替身 那 我是什么 你现在是我的未婚妻 你现在是我的未婚妻 不惊喜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我不是老男吗 你猜 你是不是 我是尹后 我是顾总卫关切 我不是替身 我不是替身 就是这里了 我是尹后 我不是替身 我不是替身 我不是 我不是宝拉 我不是替身 我是尹后 我是尹后 我是顾总卫关切 顾总卫关切 妈妈 我是妈妈 你不认识我了吗 不是妈妈 你是替身 后来 我是爸爸 我不是替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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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